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丽心则以空手的中突破以往的演出 祭拜呼声相当高的黄金花 毛顺云 以青春的名义刘嘉玲 失眠为施养 以及291周秀娜 成为本届香港电影评论时会大奖最佳女演员 巧的是 苍田宝扎也在空手的饰演邓丽心的爸爸 也算妇女同开过奖 首度丰厚的邓丽心接受到美访问时 像说由于第一时间是由空手的导演杜温泽告知 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这一刻我都好像还在做梦 只会说好开心 好多谢大会给我这个鼓励 是一个好大的认同 希望之后大家能认识我更多 我会努力成为为电影和节色付出的演员 这个是我电影的第一个最佳女主角奖 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始 我会继续努力 杜温泽则说到丽心一直都是被低谷的女演员 作为导演心情兴奋 多谢她带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和光荣 作为第一次指导港产片 让女演员得到影后 我好感恩 她随后也在脸书留言 邓丽心 你不再只是我心目中的影后 恭喜你 你已经成为了真真正正的影后 而本届八部推荐电影 包括相爱相亲 常在你左右 悟空船 291 杀破狼贪狼 空手道 地后天高 单后风云 邓丽心在空手道的突破演出 让她首度获得影后奖肯定 加上提供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的苍田宝钊 在空手的事业邓丽心父亲 但并非一本片获奖 加上提供让爱贼以相爱相亲 获得第二次的福建香港电影评论 学会大奖最佳导演 加上提供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